這個要當部長這個責任就要重一點 犧牲也要多一點 剛剛我們陳委員說為什麼不在大安區啊中正區啊 我覺得有個地方不錯可以考慮 凱達格蘭大道 國有土地地又大 所以那塊地應該可以列入考慮 那塊地可能要保留遊行之用 什麼遊行之用 你講的我真的講過你也真的給我演 好 你有沒有去看過蒙甲那一部電影 報告委員還沒有 為什麼 最近很忙 忙到都沒有時間看 好我請教一下我們內政部的同仁看過蒙甲那一部電影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沒有人三月外是怎麼收 你都沒有跟高官只有一個人而已 只有一個人去看其他人不看是為什麼 喔喔喔喔你有去喔來來來 是是是來來署長署長來來 哇講得好我都要找你 王署長葉署長請 兩個署長 好一個官司一個官郎這兩個來看過我來請教這個 來心得如何 我們先請警政署長談一下 呃國委員好 你看完以後怎麼有什麼感想 當我看完以後我會回想這個 我從今以後還有在台北市服務這些年 到底這個 像芒卡這邊他黑道的生態還有演變嘛 當然他跟實際的情形還是有很多的差距 他不是演近代史 他是幾十年前的 那個時候他 只有看到在醫院裡面有看到有警察的鏡頭還是穿黃色的制服 嗯哼 那個應該是民國 呃七十幾年以前 五六十年六七十 五六十年的喔 大概差不多 當然他 這個他是 七十幾年 他偏重在娛樂性嘛 是 芒卡有一個叫做芒哥啊 但那裡面的年輕人叫做芒子 我猜想說是不是他做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沒有沒有 芒卡也有一個叫Take 他那裡面叫Kate 那個芒哥也不是萬華的 芒哥是大同 有啊你都吃生嘛 哈哈哈哈 是 OK 芒卡也有高情囉 我沒有 我沒有交情 是 敵我關係 他年月很大 好 那你教育部長說 這一部電影是負面教材 當然負面教材也是教材 因為可以看完之後 告訴我們的孩子 你給他看 江歐就是一條不歸路 跟車尾 倒得倒死也死 不是用青條 大條就是用太死 變成派的家不能做 江歐不能走 派的路不能走 是不是有這種負面的教材意義 不是 他當然 他是兩個情形 當然他警示的意味 就是說 那個署長你先回沒關係 好你先回 好 你是預樂啦 他是動作再繼續 會留那個觀賞 好 是 因為他警示的意味就是說 混了到最後 嗯 不歸路 是 那當然他 可能會引發的錯誤的認知 就是青少年他對於 他對於意氣這兩個字 他有錯誤的認知 是 寫去方剛的年輕人 今天報紙登出來了 有人就是黑萬塊那一頭 開始就是說 天氣 拍胸脯的 到最後你看就變成一個圍毆一個鬥殺 這樣 怎麼做 正在一個治安的一個制高點 你認為這一部電影會不會引發出來一些不良的效應 我認為不良的效應應該還是有限嘛 因為現在大家已經把這個問題凸顯出來了 應該要更加強 那教育部長講說這裡面為什麼沒有老師 這個學校一旦學生 礦課或學生不來讀書或學生有一些在學校死壞老師馬上會出現啊 為什麼沒有警察 我說老師跟警察打下去 那變成軍教片啦 變成社會宣傳片啦 那就不是很漫畫 是不是這樣 所以 既然是劇情 當然裡面有一些虛擬 有一些是不合常態不合情理 不過我希望警察要看 不能沒有你那部電影我拜託部長看 部長也大部分做到了 還是有一少部分人還是沒有看 不過像猛假這部電影我認為警察要看 對不起對不起 我認為不是不是我反問啦 就是您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警察同仁要看這部電影 我進 哎 好 正好 這樣我跟你說 警察同仁看這部電影 知道說這些年輕人 他們平常對話的語言 知道他們的心態 知道他們的興趣 知道他們怎麼樣 你看那個 鞋子頭鞋子 這樣他在 在鞋子頭鞋子 那是什麼樣的情形 有不要抓什麼也抓得比較快 示範給你們看 你還不可以當作教材 對 所以我剛剛又在講 而且知道說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樣在第一時間內 就必須要去遏止這樣的一個槍殺 你看鞋子裡面 一個鞋子裡面 整個鞋子裡面 幾個百人都打來打去 我看 從以前到現在也沒有這種情形 是嘛 那個只有在電影裡面才有 但是 你警察看不能等這個事情發生 所以 我在台北市長局長的時候有規定 像西門町 如果青少年 要打群架 或者幹嘛 所以其他分局都要去支援 馬上就要壓下來 然後人要把他 驅散 為首的要逮捕 如果有違法的要逮捕 這個我們都知道 但當然他是為了 為了劇情嘛 所以打群架在那個地方 他講的這個角頭也不大對 結果結局有對 因為很多 那個地方很多老大都是被小弟殺死的 是啊 那是有的 嗯 所以 我覺得警察要看 至少你要知道說 在社會另外一個角落裡面 或許真的是存在這樣的事情 劇情 現實跟劇情不一定完全吻合 但是至少知道 這些人也有醫生存的空間 那你們要 必須要去了解嘛 才能夠 以防這個事件擴大 預防中醫治療 你聽到有沒有 人裡來跟派出所都不合了 是 上次海角7號委員也有質詢我 是啊 欸 我是喜歡看電影沒錯 但是我每次都從電影當中很多請示啊 海角7號 忘了 當時你的看法是 你問我那個 警察演的對不對 我說不好 是 因為他穿制服帶個駁鏈卡到這裡 然後穿制服跟人家打架 曲率交通違規又打人 我說這個不對 是 欸 署長 我覺得笑容變多了 人也變親切了 而且講話也非常的庶民了 是 好 署長那你請回 謝謝 對你越來越滿意了 加油 部長請教你好 你說不在籍投票是 呃 這個 張山 他人在阿里山工作 他家住台北縣 嗯哼 但是因為職務上需啊 沒有辦法到台北縣回來投票 戶擠投票 是 所以他在阿里山那個地方去登記 登記說我要在這個地方投票 叫不在籍投票 是 其實現在我們的選務人員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工作地投票 是不是在工作地投票 對 但是我那天看到 前行政院長 他講說如果不在籍投票 把台商把華僑 所有的選票全部呢 用 投票的方式進來 台灣絕對大亂 他說這就是國民黨打算做票 怎麼打算 如果今天是別人講的 路人假路人儀講 我都覺得 欸 沒聽親切講講的 好 一定喔 本有人吃 但是今天是一個前行政院長 講這種話 你要不要去查一查 內政部什麼時候開始延商 所謂不在籍投票 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部分 是 那對於華僑跟台商 華僑投票 內政部在民間 民間執政的時候有沒有研究過 有 為什麼會從一個 前行政院長的口中講出來 真的太離譜了 是 報告委員 我們當天也馬上發了一個新聞稿 而且在之後 我只要接受媒體採訪 都有不斷地澄清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的不在籍投票 絕對沒有包括 大陸的台商 或者所謂的海外華僑 沒有 那為什麼我們 蘇前院長會有這樣一個錯誤的認知 或者是 論辯上面的應用 我並不清楚 但是我們自己的資料顯示出 之前民進黨執政時期 至少有兩位行政院長 都原則上支持過 不在籍投票 哪兩位 九十一年由錫坤先生 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曾經在立法院備詢講過說 不在籍投票的目標 我是贊成的 那另外就是蘇貞昌先生 在九十六年也是當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在打巡的時候有講說 有關投票方式 如何讓公民都能夠行使 是一件好事 所以當然兩位都有講到說 如何在細節上去規劃到 讓國人不會有疑慮 但是基本上 這個不在籍投票制度的精神跟原則 他們都是贊成的 那以內政部來講 宜正憲先生 在民國九十三年 當任內政部長的時候 也曾經講過 如何讓軍警順利投票的 不在籍投票 是可以考慮去修正 也就是制定這樣的辦法 所以我也很難想像 為什麼在政黨輪替之後 就通通變成是反對不在籍投票 我覺得這個做事的原則 應該是一貫的 當時都講過說 這些是為了擴大我們公民參政權 保障人民投票的權利 那麼而且我們已經在第一時間講 沒有包括大陸的台山 更不會有海外華僑 因為牽涉到修憲的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說 為什麼要把明明我們沒有講的事情 說成是我們講的 然後來反對這個制度 是 給你一句結論 換了位子換了腦袋 就是這樣子 他可以把黑的變成白的 白的變成黑的 反正講話不負責 只要提高知名度 只要有人認識他 只要大家在意他 這樣就夠了 你剛剛所講的兩個之一 曾經有一個說 如果這些所謂天王級投入五都的選戰 那是什麼 什麼不知羞恥或什麼一大堆 結果現在有人跳出來說 我是我是我叫我叫我 這種東西 就是有人換了位子換了腦袋 但是你現在既然是在內政部 你就必須要做一個好的澄清 好 那既然是所謂的不在籍投票 也就是在他地投票嘛 對不對 那你未來是要擴大舉辦 等於說我是學生 我如果沒有辦法回我的戶籍地 我就可以去登記說 我要在哪個地方投票 是不是這樣子 是 他居住地 也就是他通訊地 對 好 那你們裡面有一點我不懂 他說假地投票 開出了票算以地的戶籍 是 你怎麼知道哪一張票是算以地的 因為 這個箱子不可能只有一張票嘛 對不對 那這一張是秘密投票 投出來有贊成有不贊成 有給張聲有給李氏 你怎麼去計算說這個人 這一張票算高雄的 這一張票算台南的 是委員指證的很好 這個 那個是指說 如果是有那種地方性的選舉 好比說在美國 他們的國會議員選舉 是必須這樣子區分 所以在加州的人 他的戶籍如果是在加州 他現在是在麻州的話 那麼他投的當然是投加州的 這個參議員 那這個票當然不會算在麻州 但是如果是在全國單一選區 像我們的總統副總統大選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在哪裡開出來 那個選票都一樣 就是幾組的總統候選人 好 這麼說 我們不要比他加州美國去 如果在高雄 但是他沒有辦法回台北線投票 他要投朱立倫 他這一張票 就是說 用台北線的選票來讓他在高雄投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是指直轄市長選舉 要實施不在即投票的話 就會是有那樣的情況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對 就是說這一張票過來是算 呃 這一個台 在高雄的那一位 他投的是新北市的選票 那這些票全部是在回去新北市開票呢 還是在 在投票所當天就要開票 那你必須要去分非常多個 還是說一個票箱裡面 去把它分出來 這台北線的 這個台南市的 這台中市的 要全部先分出來 對 像委員報告 這個是細節的部分 會不會增加很多麻煩 呃 選務的負擔一定會因為這個設計而 比較 比較加重一點 但是我們覺得這都是我們願意付出的 因為這可以保障更多的公民有投票權 應該先從簡單的來做 也就是總統大選 對沒錯 因為全國性互必要去分 對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對 考慮檢討有沒有缺失要改進 是 再來決定要不要各縣市分開 是 好 最後我時間來不及了 最後我 我前天有個機會去 我就再出國一趟 我的感覺 我們的中正機場 所有我們移民署的同仁 非常明顯 態度改善很多 親切 笑容可拒 而且主動問號 所以我想 呃 只要是有關心 只要有加強 只要有管理 一定會更好 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夠給同仁多鼓勵 會 謝謝委員的肯定 謝謝